我們不如趕快說 Mr. Jang 你預備了一些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有興趣聽的 關於股票的一些資訊 要跟大家再更新的 因為你較早前也有分享過 雖然我們的節目是零二 就不是股票的節目 但我們也有預測 和教人如何出急避空 其實就是上一個月中 我不記得是月中還是什麼時候 大概 我提醒大家10月份不要買股票 因為當時我是用今年的年命 加上月令 推敲到我在投資市場 即是在金融市場上會很動蕩 終於現在10月份過了 雖然我們算節契應該是六號 但也算過了 但我再回看過去 整個月股票市場是怎樣 我就截圖了一些圖 我發覺調整都頗厲害 因為原來現在很多整風 整頓的意思 各行各業都有 亦都有很多亂象 很多歪風 所以要有一些整風 所以影響到股票市場 原來有很多隻股票 都ok的跌了三四成 不是多的 當然股票涉及風險 以上我一會兒講的股票 本人從來都 不是從來 現在是沒有有持有的 所以我剛才說的 就是無論我發了一些股票的圖表 發了出來給大家看 大家聽我一直講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我都 譬如去金沙中國 金沙骨 27.9 高位在九月中的時候 最低落到十四元 ok 調整得不錯 另外還有就是 中國建材 十三個多 最低調到九個多 今天 又是整頓一下 中遠海控 十六元 就跌到最低九個多 中國重器 十五個六 跌到十元 那還有些渣 平安好醫生 就不太平安了 五十幾元 就跌到三十幾元 都是四成左右 安踏 一百六十幾元 跌到最低一百一十幾 那富途呢 這一隻呢 就 都 都ok 那 為什麼我突然間會說富途呢 因為 原來這次暴跌呢 就 都ok 跌了七成 都還有的 那 其實為什麼我要說富途呢 因為其實我經常都說 就是我自己做這個行業 就說不怕生壞名 就最怕改壞名 ok 那這次的整風就是 原來這幾年過去查到他 很壞 原來他就是沒有這個 牌照 是 可以的嗎 他沒有大陸的牌照 ok 所以就暴跌了七成而已 不用怕 還有 七成而已 那當然呢 除了他 就是 就 撞到這個整頓的風氣 還有幾年時間查到他 原來是沒有牌照的 沒有牌照的 沒有牌照的經營 那當然是大件事 不拘捕你就 就算偷笑 所以我都是七成而已 也算是差不多 那 那當然我都會從原學的角度去看 原學的角度就是說 哦 你做金融的 那我都說 這個月會有調整 那為什麼他又會調整得那麼厲害 還可以解釋呢 那剛才我都說 不怕生壞名 最怕改壞名 他叫富途牛牛 是 喂 今年辛丑連熟牛 梵太歲 沒錯 就是之前我講過的 喂梵太歲 是吧 那個 反淫伏淫哭一淋淋 是吧 不損自己也損他人 這次就大家都損了 是 就是買了富途證券那些人 又有損失 嗯 那天他又慢慢陰下來 就跌了七成 但是好像上個禮拜 一天就跌了兩成多 嗯 那便 非插插水 這樣插 是 是 是 所以他又想 買了他股票的人 又想 投資了在他那裏 即是買了股票那些 那我走進去裡面的討論區看過 是 喂 死了 我在裡面這麼多富途的股票 是 喂 應該要轉倉 就是說由富途可能搬去別處 嗯 每一隻的手續費收錢 是 是 其實大家都傷 嗯 跌了股票又傷 買了他又傷 他自己又傷 那喂 一個牛就已經是犯太歲了 嗯 碎月醜碎型 就是犯了月令的太歲了 ok 是吧 那你還要兩個牛 牛牛 嗯 那就是犯兩次太歲 嗯 明明都是打一槌 現在打夠兩槌 是吧 那所以呢 我也說 喂 不要像以前的人那樣 改名叫牛仔 豬仔 阿虎阿龍 那些呢 其實就不是那麼好的 就不會這麼動物命明了 當然 因為一年裡面總會犯幾次 是啊 其實你想一下 譬如 自己的命已經犯了 是 沒錯 我就是這麼說 你自己的命已經 每隔十二年已經犯了幾個太歲 有 形衝破害 嗯 那已經有四次 嗯 即有十二年裡面有四年呢 是容易有問題的 嗯 那當然了 我都在這個節目裡講過 不止四年 對 犯太歲 就有 有時是好事來的 嗯 衝起嘛 衝得起就好 那現在你還覺得 牛牛 嗯 即是犯兩次 嗯 那所以你說 喂 條命又犯太歲 那個命又犯太歲 那你還要雙倍牛的 還要犯兩次太歲 嗯 所以它這次這麼傷 就是這樣 所以 有很多人 很 很 慣性 叫個 自己的愛女 叫豬豬 哦 這樣不行 即是甜蜜也不行 有很多人 其實已經是可能 或者是傻豬來的 是的 有些人 我看到有些公公婆婆 我曾經在公園聽過 她六七十歲 還叫她老婆做阿豬豬 是 那就甜蜜了 甜蜜 超甜蜜 我跟我說的 喂 你犯兩次太歲 還要 除了一條命 十二年犯幾次太歲 還要犯多兩次太歲 因為叫豬豬 所以我經常想 為何那些女人這麼辛苦 是不是個個男人都會叫 老婆或者伴侶 很喜歡叫豬豬 有很多是豬到 連她的真名字都不記得 我在想 口吃那些就糟糕 豬豬豬豬 即是她已經是 好 剛才我這樣說 哇 那個公公婆婆 六七十歲 還叫婆婆做豬豬 即是已經叫她幾十年了 是 所以為何那些女性會這麼辛苦 以前那些 現在的女性很舒服 所以其實我相信 都多少跟名字有關係 因為他們已經 等於好像英文名字 即是我現在和別人改名字 都會 我都會問 喂 其實你 算命看名字 英文名字都算嗎 當然 即是譬如你叫何慕斯 是 但是原來 但我不是叫CC 是的 我是叫Cynthia 或者叫CC 是的 但是原來 好像你這樣 你是鬼妹仔 但你一定是幫我計過 所以幫我改成CC 你去了外國生活 是的 我和你改中文名字 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你都基本上 在你的生活圈子裡 不用中文名字 OK 甚至乎都已經忘記了 就等於剛才我這樣說 我老婆叫什麼名字 年紀大了 忘記了 我經常叫她豬豬 那些是死罪 都是死罪 是的 所以 所以 其實 改名字 就要小心 至於 剛才我講股票 那些 我也是這樣說 雖然 還有幾天 就過了這個疏穴 但是 因為在農曆年之前 我都不見得有什麼好的轉機 所以 雖然我們的賭性很強 輸完又來賭過 那些很快就不記得 我又來和你拼命 我年輕的時候是這樣 幾年我儲回的錢 我有和你死過 那樣 所以 我想 在農曆年前 大家都 忍忍手 是吧 剛才我都 就是 艷名正身 我沒有持有 持有以上的股票 我就選擇去打鬼佬 從小 就是 一聽到打鬼佬很興奮 不過不知為什麼 所以我就去了 買別人的外面那些 那外面那些又如何呢 嘩 我們 略盡勉力 我們沒什麼錢 但是我們都 要穿爆去 那邊 喂 快要爆了 越穿越高 NASDA 那邊那些 已經是創新高 又創新高 那我就 起勢 有些又穿下去 起勢又穿下去 穿下去 穿下去 我看它都快要爆 是 是啊 所以 就是 小心一點 這些股票 就是 我看都還要有一段時間 要 要整改 整改 那些 現在很多東西要做 是吧 那好吧 這裡 如果有聽過 我之前有縮了手的朋友 那就恭喜你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就不要混了 是吧 剛才我都說 跌三四成而已 那還有些渣 那 如果再不縮的 喂 就 又沒有兩成 那就很 很難處理 就是我自己都買過股票 嘩 即是說 其實沒有得 沒有得 先拿著 等了 你 你過去的五六年 因為 不要說這年紀 過去的五六年 因為太平成勢 即是 我經常都說 喂 不需要 不需要認識的 亦都不需要好運 阿婆走上去買都中的 是 即是你過去的十年 你買股票就好 總之你不是買那些先股 豪子股 是吧 或者是買樓 是 要不要有人提 要不要帶我去選 即是如果你是投資的 你隨便讀都中的 是 是 對 對 但是在現在這麼多東西調的時間 就 喂 就不要搞了 讓它先調救它 好 是吧 所以 我覺得 就不是 喂 如果你說現在我真是 喂 鄭先生 我撒了三四成 中幾多 其實我覺得 應該是先把手斬去 OK 那它再下兩三成 很多人很厲害 好像以前我那樣 扣 是 扣淡 扣 是吧 以前我的八號仔 就是這樣 二十幾元就 找到來兩元 是吧 但是最 找到兩元 那些 找到五六元 那時候那一刻才死 嗯 因為二十幾元那些 你買到一手 半手 一手而已 喂 我拿到來五元 我儲夠子彈呢 我買到五六手 那些再跌一半 去到兩元 那些 我死就死 永世 大家都是死在那些位置 那些就輸身家了 是吧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它還有機會 是繼續調下來的時間 喂 那些才會更傷 OK 因為可能現在已經有人追了 嗯 是啊 所以先停一停 先休息一休息 或者 又好像我這樣 去打鬼佬先 好 好 好的 那之後大家還有什麼股票問題 各樣 不要問我 我很想說 隨時再WhatsApp 不是 隨時再Inbox 我們叫Mr.Jan 繼續解答 我們不是股票 即刻刪了後門 隔壁 還有很多個台 這裡有學會講股票 是吧 是 但是 對 那有什麼問題 輸 輸我們幫不了 是啊 休息一下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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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1號 是 那 昨天正式是Halloween 那 其實呢 我也在想著 其實我講不講好的 那 講 好像 都OK 隔了一天 但是因為內容的問題 可能那些人就說 你不明年才說 不講的 要等到明年清明才說 但是我又覺得 雖然這一刻Halloween已經過了 但是現在講了 如果大家記證好的 或者有心裝的 那下年不會再犯同一個錯 這些錯人不一定要等下年 隨時都會睡 因為 因為 Halloween 通常如果真的喜歡打扮出去玩 就應該一早已經開始買好衣服 想好究竟要扮什麼角色之類 那魷魚就真的Hit到爆炸 然後就 某名人也都說 喂 瘋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喜歡扮魷魚 事關魷魚 是說 是一班 落魄到壞到沒有再壞的人 怎樣去給一班超級有錢的人玩 所以 那邊有人這麼喜歡扮魷魚 又不是壞得最壞的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 就是一個最谷底最絕望的時候 你為了一絲的希望 然後就給極有錢的人玩到盡 Anyway 但是也是超多人扮魷魚 無論是魷魚裡面的什麼角色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之餘 之餘都很玩 那反過來我反而覺得 玩一下這些真的沒什麼所謂 對 這些當然是氣氛 對 你無所謂 你扮不同的character 各樣東西就無所謂 不過做這些節目 有些東西總是順便的 或者叫中國人的一些tradition 你說去假裝死屍 穿壽衣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這些我們就不會 prefer 反過來說你扮法師 這樣會不可以呢 其實當你真的扮法師的時候 我又會想 會不會有些靈體見到 然後一眼就看得出來 你是流的 然後你一直指責 怎樣怎樣 這樣那樣 我就特地來搞你 這個是我自己在發白夢的時候 在想 假裝法師其實都不是很好的東西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